第四百四十三集 虚幻之中 霍雨后悄然绕到泰坦侧面 身体猛然腾起 右手直接向泰坦的尖头拍去 泰坦黑黑一笑 任由他拍向自己 左臂横扫 同时砸向霍雨后 看他的样子 就像是要一伤换伤似的 可霍雨后却知道 如果真的这样碰伤 伤得只会是自己 但是霍雨后等的 就是这近身的一瞬间 碧绿色的光芒瞬间大放 极致的寒意瞬间扩散 涌动之欲 哪怕是泰坦这样的修为 在这领域内的极致之兵魂 集之下 也是击铃铃打了个寒战 霍雨后那拍出的右手之上 历任瞬间喷吐而出 正是按金孔爪出手了 面对泰坦 霍雨后根本不需要考虑留守的问题 因此 他这一上来 就是完全版的按金孔爪 这一下 他已经蓄力了很久 巨大的利爪横滚十米距离 按金色的光芒 如同要将天地切割一般 泰坦显然是吃零惊 慌忙之间 他值得抬起自己的左臂去抵挡 一小心 霍雨后忍不住轻呼出声 他和泰坦对战的目的只有一个 只有自己能够逼迫这位泰叔叔 释放出武魂 就足以满意了 可谁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泰坦都不释放武魂 反而是用身体去抵挡 那无比锋锐的 按金孔爪兄必杀机 但是 霍雨后这一句小心 很快就卡在了嘴里 暗金色光芒闪过 在地面上留下了 无道巨大的沟壳 那强烈的轰鸣 仿佛令山顶都晃动了一下似的 可泰坦呢 那位二宗主泰坦 却恍若无水一般 依旧站在那里 只是手臂上的衣服 多了几道破口 破的也就只有衣服 哈哈哈哈 好小子 你赔我衣服 泰坦大笑道 霍雨后一看他没事 几乎是下意识的 下一道攻击就出手了 碧绿色 瞬间覆盖全身 一道以他躯干为 横前面的碧光 骤然轰出 借助涌动之欲的威势 在这道碧光轰出的一瞬间 空气中 所有的湿气 似乎全都被吸收了过来似的 骤然轰击在泰坦身上 泰坦脚下略微亮强了一下 眼中再次流露出一丝惊讶 但是 那强大的兵狂之怒 却依旧没能给这位二宗主 带去任何伤害 甚至是半点限制 也未能做到 泰坦依旧 黄若无事般站在那里 霍雨昊主时是有些郁闷了 他能够施展的手段 几乎都施展了 灵魂冲击 他为什么没用 因为他很清楚 双方精神力的差距 贸然使用灵魂冲击 只会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除非使用魂导器 否则 他已经没有更强的能力 继续战斗 此刻他才发现 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自己平日里 这些引以为傲的能力 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并不是魂技不好 而是他的修为 还远远不够 但也并不都是坏消息 在这一连串的战斗之中 霍雨昊明显感受到了 修为提升到 五环之后的变化 魂力消耗大幅度降低 这一连串强大技能释放 他自身的消耗 却不过两成左右 要知道 他所使用的每一个魂技 都是相当强悍的 还动用了命运之眼 这在以往 恐怕近半的魂力就没有了 而现在 却丝毫不影响 他持续的战斗之力 小子 就这些就没了 泰坦弹了弹 自己身上的冰雪 看着破损的衣袖 心中暗暗颠头 霍雨昊这一连串的攻击承受下来 他对这个年轻人的修为 已经有点谱了 后面的这些魂技 在泰坦看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极致之兵 在霍雨昊这个程度 还威胁不了他 这让他惊艳的 还是霍雨昊那第一拳 泰坦就可以断定 现在的王东 估计还不是霍雨昊的对手 霍雨昊哭笑道 在您的面前 我差得太远了 正在这时 小雪女的声音响起 她飘飞到霍雨昊面前 很不服气的 用胖活活的小手指着自己 霍雨昊时笑道 你是说还有你的 那你刚才干嘛去了 小雪女又做出了 这让泰坦受不了的小动作 低着头 两根食指在身前点啊点的 一副委屈的样子 霍雨昊赶忙安慰她道 没事 咱们和泰叔叔差得太远 输了才是正常的 一二一一啊 小雪女又叫了一声 就连泰坦都能听出 她声音中的那份不服气了 她说啥 泰坦好奇的问道 霍雨昊知道翻译道 她说再试试 泰坦呵呵一笑 嘿嘿 来吧 那就再试试 对了 刚才经过这解验 你小子的能力 倒是忘了揍你出气了 霍雨昊也不惊笑了 这位泰叔叔表面看去 脾气似乎不太好 但实际上性格 却是帅真的可爱 霍雨昊看了眼 悬浮在身边的小雪女道 那可就看你的了 一二嗯 小雪女挺了挺胸脯 身上的白色小肚兜晃了晃 如果不是知道她是魂灵 恐怕谁都会认为 她那嫩偶一般的手臂和腿 露在外面一定很冷 霍雨昊双眼微眯 精神与雪女迅速连接在一起 顿时清楚地感受到雪女的想法 一抹惊讶之色 在霍雨昊眼中一闪而过 下一刻 雪女就已经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她那么娇小的模样 抬起右臂的样子 终是有些好笑 尤其是还伸出了一根 比毛毛虫长不了多少的小手指头 指着天空 深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十分认真的神色 可她长得这模样 无论是怎样的神态 看上去都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可爱 泰坦觉得自己和这小家伙很有缘分 无论怎么看她都喜欢的不得了 而且小雪女越是捉弄她吧 她对她的喜爱就会越多上几分 小雪女叫了一声 神奇的一幕就此上演 碧绿色的光彩瞬间 从霍雨昊身上扩散开来 正是涌动之欲 与此同时 小雪女身上骤然迸射出强烈的橙金色光彩 霍雨昊身上那四个橙金色魂环中的第二个光芒大方 空气中的温度也难以置信的速度骤然下降 几乎是瞬间就降低到了零下二百度 而且这个范围覆盖了整个浩天峰峰顶 前一刻还只有凌冽三峰的峰顶 下一瞬竟然完全变成了冰雪世界 鹅毛般的大雪在狂风的吹拂下疯狂肆虐起来 甚至令原本能够清晰看到的三人都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哪怕是泰坦和牛天这样级别的强者 在这种极寒之下也必须要运转魂力来抵抗寒义 更令泰坦吃惊的是 他真的失去了对慧和未知的感知 到了他这段实力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只是凭借纯粹的感觉就应该能够感受到对手的存在 可就在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中 他却什么都感应不到了 仿佛自身所有的感知力都被这暴风雪所封死了似的 而此时此刻霍玉浩终于明白了 作为魂灵的雪女最强大的地方 那就是相辅相成 雪女带给她的并不只是魂迹那么简单 而是能够凭借她的魂迹给霍玉浩自身的能力 带来相辅相成的能力 史莱克学院内院也有秘书 能够同时使用几个魂迹进行自身配合 但那只是叠加的效果 而雪女对霍玉浩的辅助 却是一种结合倍数的恐怖提升 以霍玉浩现在的修为 维持涌动之欲在直径几十米范围内 可以坚持一会儿 但却绝不能像现在这样覆盖如此巨大的面积 更不能让涌动之欲达到如此低温 更可怕的是 此时她和雪女共同完成了这个领域之后 霍玉浩吃惊地发现 自身魂力消耗速度之慢 远远超出了她的判断 在这铜山峻岭之中 所有的云雾湿气似乎都成为了她力量的一部分 在这强大的领域作用下 不断化为凛冽的寒风和如同鹅毛般大小锋利如刀的雪片 在这一刻霍玉浩更是有了真正掌控冰雪的感觉 这就是雪女带给她的四个魂界中的第二个 冰雪寒听武 配上她那涌动之欲 就应该称作为雪武级冰域 这是两个领域结合之后形成的全新领域 不但威力更大 尤其在节省魂力方面 是霍玉浩远远想不到的 这强大的领域 不但能够限制对手 同时也能让霍玉浩兵地武魂内的一切魂级威力倍增 更能将她的身形完全掩饰 哪怕是泰坦这个级别修为的强者 都无法在领域范围内探查到她的位置 就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霍玉浩心中略微计算了一下 按照领域此时的强度 她能够支撑足足十分钟的时间 而领域覆盖的范围则超过了直径五百米 这才能真正称得上是领域级魂级啊 但是这一个魂级的辅助就足以令霍玉浩满足了 在这强大的领域范围内 她的实力何止倍增 当然她也明白 血五级冰域之所以在这里威力这么大 也和此地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围的云埔中 包含着庞大的水元素 成为了领域最佳的载体 如果这是在一个干燥酷热的地方 血五级冰域的威力就要被大幅度降低了 此时的霍玉浩就像是这漫天飞舞中的雪片之一 整个人完全融入到了领域之中 雪女的轻声呼唤在霍玉浩心中响起 她是在让霍玉浩跟着她的能力行动 雪地魂灵虽然是首创 但霍玉浩毕竟有着和王东武魂融合的经验 而这魂灵存在似乎就和武魂融合有着相似的地方 心念微动之间 霍玉浩索性放开心神 跟着雪女的意念 她也想看看雪女究竟带给了自己怎样的能力 雪女动了 带着她的身体动了 刹那间霍玉浩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突然变得轻了 竟然真的像额毛雪片般飘飞而起 甚至连身体滑行的轨迹 都变得和那些空中飞舞的雪花无比契合 在这白血挨挨的世界中 霍玉浩竟然有了一种天人合一般的感觉 而也就在此时 她只觉得一股奇异的力量瞬间向她的左手挥击 这股力量不只是源自于她体内 更是源自于雪舞及冰域范围内的一切寒冷 平时霍玉浩在施展旋御手的时候 手掌会变得盈润如玉 如果在施展冰地之鳄 那么手掌上就会覆盖一层钻石冰筋 而此时此刻 无论是旋御手还是冰地之鳄 都被自然激发 但呈现出的却又是另一种特殊的形态 霍玉浩的左手不但如雨盈润 更是洁白如雪 就像是由一块羊枝白玉雕咒而成的似的 泰坛站在原地 一边释放着魂力 抵抗着不断侵袭自己的阳寒 一边感知全开 感受着霍玉浩的位置 如果说她原本对霍玉浩只是欣赏的话 现在就真有些吃惊了 要知道她的灵石在大陆上 绝对是能够排在前时的 可在这霍玉浩的领域之中 却完全感受不到她的位置 似乎她整个人都与这冰雪世界同化了似的 空气中那看似柔弱的雪片 发挥着强大而持续的攻击力 在这极寒的低温之中 雪片从泰坛身上掠过 不时迸发出一道道火星 可见其威力 牛天的吃惊 一点也不比泰坛少 她和泰坛兄弟多年 之前所在距离又近 虽然在领域中 她也无法感受到泰坛的位置 就知道泰坛肯定会站在原地不动 挪移的几步 就来到了泰坛身边 隐隐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位兄弟 突然 所有的狂风暴雪 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姿态瞬间停断 在这一瞬间 似乎时间空间全都停止了似的 每一片雪花都凝固在空中 所有的寒风也在瞬间静止 这一切来的实在是太突兀了 突兀的牛天和泰坛 彼此能够看清的同时 内心中都不自觉的为之震撼 没有任何声息 所有的雪花瞬间破碎 原本的威能 轻刻尽消失 唯有那漫天冰粉 再次遮住了他们的视线 而这些雪花中的寒意 也像是瞬间被抽空了似的 空气中的温度骤然已暖 小心 这是温暖中的轻柔 大寒无雪 牛天沉声喝道 泰坛心中一领 能够让大哥提醒自己 这一下恐怕反不一般 他的感知毕竟是极其强大 在危机感凸显的瞬间 右臂猛然抬起 在空气中横挡 没有半分瞬息 泰坛只觉得自己右臂上 微微一凉 他低吼一声 右臂横扫 伴随着视线的重新清晰 清楚地看到 霍远浩的身体被荡开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整条右臂 都失去了知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